所以袁坤凡败选 袁坤凡败选 然后呢 在地名义再度被国家机器敦视 所以林继宜当选 是这样吗 你是启笑吗 他们的解读很奇怪 你身为执政党的这个发言 你应该要先出来举个功道个歉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一个负责任的人 我今天不客气去说了 虽然我只见过几只面了 张维源至少 如果他是文传会主委的话 他会出来先鞠躬道歉 再有咖啡一点 我宣布下台辞职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主席不辞 你的文传会主委也要辞 你知道为什么吗 文传会负责所有 那么以前的这个等于说 相关打组织战虽然不是你 但是文宣跟上电视这些 都是你耶 这些出来上节目的这些副主委 这些你的前辈们 然后呢出来上节目呢 捍卫 我记得那时候在选前的时候呢 他们这个等于说朱立伦 有特别到延家去跟他们 达成个协议嘛 地方路站有 延宽很廉家 但是呢 有关于空站的部分 电视节目呢 广播呢 网路呢 然后呢 所有的文传会下去了以后 跟延家的竞选总部 保持密切的这个等于说协调 你有什么 马上就协调 马上就打回去 那紧接下来文传会还要在地方 台中海下会去办好多好多场的客厅会 说明会 有没有 对 有没有 对 有没有就好了 这样的文传会主委 不用下台吗 我怎么会看到一个百年政党 曾经带领中华民国走过那么多岁月 那遇过那么多惊涛骇浪的中国国民党 没有一个人有嘎使 我等一下听听看文员 有没有嘎使啊 对 所以我们看到了国民党在这次的包刮这个罢免案呢 还有这个立委部门 是不是荒腔走板呢 显然呢 党内是大炸锅嘛 除了这个李德威之外 还有台中市议员陈文正也说啊 这个失败过去的人扛 团结给你们喊 最基于过去的框架 请党中央收回去啦 穿着皮鞋破坏团结 真功伪过的人呢 对气数残弱的国民党来说 真的不需要啊 来 明凤姐 很少有一个党主席 竟然会惹怒众人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 明明败选的是这个眼光很结果的 所有的过错 我现在通通推给这个朱立伦变成战犯了 对 而且国民党过去的人都是啊 这种比较 比较温良恭敬让嘛 讲话好像也没有大声 哇 这次完全没有 没有限制 就直接对 没有在客气的 对 没有直接对朱立伦开炮 连那个江启臣上电视也直接讲啦 所以说我觉得说 你朱立伦 第一时间你就叫那个林涛出来切割 三个这个什么 都是前朝的过错 过去的框架任务 那我请问一下你朱立伦 你在选党主席的时候 你不晓得有这些案子吗 那你是在有知道这些案子的情况之下 你还努力的去参选吗 那有人叫你把你拉来党中要负责这些案子吗 你真的很好笑 然后你就在输了就说 都是江启臣搞的鬼 那你罢免的时候你还说 都是都是我的功劳 说我们赢了怎么样怎么样 这种人就是让人家看破手脚 这种人继续继续这个主持国民党 我觉得民党就就大概就是躺着选就够了嘛 对不对 那全国全国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朱立伦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输不是耻辱 在罢免案的时候 民党也是输的 选举输赢很平常 对但是民党那次罢免案输的态度是怎么样 就是地方民意代表就开始也是有检讨的声音嘛 那党中央怎么接求 林璇耀说对我们错了 我们应该用这个热战的态度去面对未来的补选 这个就是调整策略嘛 那你出人不是 你出人就说第一天我就刚才就讲了 你第一天就叫那个比较比较靠近党中央的记者 开始写说是我去劝这个卢秀燕出来的 卢秀燕需要你去劝吗 这笑死人了 卢秀燕跟严家的关系好的 好的不得了 比你还好 那他这个都是有安排的 然后你又去把卢秀燕站台的功劳 往自己身上揽 然后你又讲了一个叫做功过不论的这个理论 就说中央选区如果赢了 我没有功劳了 那就不是很谦虚哦 然后呢输了你也不要找我哦 那你到底是真功还是在尾过 你根本就在尾过嘛 你明明知道这个民调的情况 到底第二天的开票结果会怎么样 你第一天就叫人家放风声 说这个大概就是2022年 什么从台南开始 我觉得朱立伦你这个 他完全不想负责任就跑去台南 对过去在参选2020年总统大初选的时候 大家说你是正常人正常轮 然后觉得你再回来带领国民党 可能会给国民党一个新的气象 没有想到你整个把国民党往那个泥江里带嘛 现在是变失算轮吗 对啊就是输 也叫输绿轮嘛 这外号还不是 一带失算吗 对一带失算啊 这还不是绿营在封的 是来你什么这些韩黑啊 或是什么韩国瑜的人 因为输过一轮又一轮 对啊输绿轮嘛 一直输 对那现在大家在网络上边就整排 整排在扫他的这个叫他下台啊 叫韩国瑜上去啊 这个美孟姐 因为我们说颜宽恒就算是落选 也要去卸票嘛 就党主席也跟他没关 是江启臣陪着他卸票 你这个党主席 基本都做不到 所以我告诉你朱立伦 朱立伦就自己精帅 然后一点温度都没有 就说颜宽恒落选 他完全不想碰了 对江启臣还是红派的呢 然后这个是黑派的呢 那你那江启臣还会下去啊 我帮你我帮你这个 还有帮他录录影带 然后一起卸票说 我们立委一起做 你不觉得江启臣讲这种话的时候 比朱立伦要好多了吗 有道义啦 所以有道义嘛 然后而且有温度嘛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红派少主对一个黑派少主 讲了一个话嘛 有情有义 有情有义 兄弟情嘛 我说一实在来 那你当时我们国民党 很多人就讲说 江启臣继续做就好了 那你选你朱立伦到底要干嘛 现在我觉得朱立伦是越来越糟糕了 因为他这样连三败 而且不肯负责任的态度 已经没有办法 这个领导党内的人了 所以联合报纪业 连联合报都批评他 说他不是 不是叫不回占有 是叫不动占有 那你叫不动占有原因是什么 就是你自己只顾本身 你不愿负责任 你不愿承担责任 然后更没有 更对任何选战 更没有自己的打算 到最后那个 中正万华的霸场案 是赵上汉出来整合的 你知道吗 赵上汉硬是把钟小平叫上节目 说你到底 你承诺 如果这个过的时候 你要你选立委要按照大家的协调 所以所以最后才通通是整合好 然后否则这个市议员根本就不愿意出面 去霸场嘛 这个工作不是就是你朱利润早就应该做的吗 结果呢 这个事情赵绍康也做了比你好 那大家觉得韩国瑜更有兄弟情了 那你现在到底要不要负责任 那你再这样打下去 2022年大家都打上问号 你真的可以带领大家走向2022年吗 委员怎么看朱利润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应该说该做的不做 不该做的都做了 比如说该卸票 比如去卸票 然后不该那个去收割坎工 结果都做了 怎么会这样子搞到党内外都惹众怒 首先我先必须说 卸票真的蛮重要的 因为老师说 他不一定到现场陪着盐空一起卸票 但他在表达记者会的时候 甚至还请林涛在讲话的时候 应该也公开感谢中央的选民 支持林涛恒的 也感谢这个罢名林昌佐 这些同意票的人 所以我觉得现在他必须要做 但回到这个主题 他为什么不去卸票 为什么要跟 他们可能觉得他当初那个 林涛那记者会 报案他隔天到谭南的时候 讲话的时候 他可能觉得已经表达了 但我必须说 他整个操作老实说 真的是有些问题的 第一时间在那天晚上 没有站出来 来针对我们败选 有出来讲话 那隔天出来讲了 老师说隔天那些话 你放到前一晚 前一晚老实说 差不多就是败选会长这些话 但是他应该在第一时间就出来 隔天说台南市的 这个提名的人选决定 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台南市 发生什么事情 对 那我会觉得说 这个操作应该更细致 但回到朱立伦身上 老师我开句玩笑 朱立伦其实用心良苦 他吸了所有的炮火 他如果今天 他今天如果真的 当天没有开玩笑 就是用心良苦 因为当天如果他真的出来的话 老实说当然大家会怪主席领军不利 但也会怪其他人 普选不利 但他这一身影之后 所有炮火都在他身上 所以他老实说 我觉得他幕僚在内部 在决定的时候 是有些问题 但回到朱立伦 我必须讲 真的吗 是幕僚问题 还是他自己盘算出 这我不清楚 但我要讲 其实整个败选之后 就不应该找任何借口 我们要好好检讨 来范老师 朱立伦不敢出来道歉 他就是一个非常懦弱逃避的表现 这个人没办法当党主席 这个人一辈子只会打顺手牌 你看他这个建宗毕业 考上台大出国留学 博士当台大教授 然后就桃源水上立委了 他们起家地 然后汤选桃源县长连任 然后又跑去选台北市 新北市市长 把原本要选的周锡伟 他当时是台北市县长 硬生生的把他拉下来 自己披挂上阵 然后连任两届 他这辈子打的就是顺手牌 所以你现在才看出朱立伦 在面对危机的时候 他怎么处理的 他没有处理能力 他没有能力 看破了他的荒腔左板 所以你看 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他去年10月5号当选党主席 他立马下去台中 罢免陈伯伟 他跑得很勤 他大概认为应该会罢免成功 他就赶快去那边加油 去那边努力 果然10月23号 陈伯伟会被罢免掉 他很奇怪 你当初应该就知道 颜宽恒想选嘛 他一直不提名颜宽恒 颜宽恒在那边等半天等不到 甚至到了11月3号 林静怡被民进党宣布成为候选人 颜宽恒还不是国民党候选人 拖了很久 我不晓得为什么 拖5天拖到8号 一直拖到9号 开记者会 而且大家还记得那一天 是晚上哦 哪有人开记者会晚上的 然后卢秀燕坐旁边 面无表情 朱立伦南下 也面无表情 然后说要颜宽恒来当选 来当候选人 我认为啦 我认为为什么会这样 照理来讲 应该霸凌成功 这个朱立伦就南下 然后搂着这个 这个颜宽恒说 这就是我们本党的唯一的 这个猜选人 为什么拖这么久 我认为可能第一个 朱立伦认为罢免 陈伯伟是他功劳 你颜加要选来找我 你要来拜码头 那时候姿太高了 姿太高了 你不来拜码头 不来求 我不一定要提名你啊 第二个 他可能也想找一个 因为林静怡 11月3号已经出来了 他可能也想找一个 跟林静怡类似的 例如说林静怡是中山医学大学的 医生教授 我会找一个中国医药大学 也是台中的嘛 来跟这个林静怡PK嘛 可能他也想这样 可是后来还是这个地方的 这个强龙南鸭地头蛇 还是颜加出手了 后来只能提林静怀恒 可是颜怀恒跟朱立伦的心结怎么样 就结上了嘛 那为什么后来 他1月11月9号宣布参选 朱立伦除了那场去之外 后来就是1月1号 帮这个颜怀恒的青年团授旗 结果颜怀恒怎么样 另有行程 然后1月8号的造势 前一天 最后一天的造势晚会 他明明人在台中 他下午去见了颜青标 他晚上为什么不参加 他为什么那天不陪着颜欢恒扫街 去这个 污日的地方扫街 为什么 不要 奇怪了 这表示颜家跟这个朱立伦 已经是怎么样 贸合神离 有心结 而且心结非常深 而且这个深到未来 我认为 柯文哲这个时候 他妈妈在这个选前跑去 去看这个 去刚刚这个颜欢恒 跟他合体 目的是什么 搞不好未来颜立民要选 这个立法委员 或者今年要选 现议 市议员 有没有可能是批着民众党 跟民众党合作 对 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不要忘记 颜欢恒过去是五党 对 这个 颜心标过去是五党 对 颜欢恒虽然是国民党 跟国民党没什么关联 对 若即若离 所以未来这次 哇 这个柯妈妈这个时候 伸出援手 敢来对这个颜家 虽然颜欢恒输了 那个感情还在嘛 所以未来 我必须讲 颜家会不会跟柯文哲合作 是值得观察的 所以显然 国民党面对罢免 以及立委补选 双输让党内 现在是一团乱 来宽哥 这个我们说 不止韩先生要来敲门 现在子弟兵 媒体人通通来踹 国民党的大门 当天在整个中俄选举的那一天 四点多 朱立伦直接 他们的整个 整个所谓的党中央团队 就直接发布讯息了 就说 在整个选完之后 没有记者会 会由林涛出来说话 我当时还在计票 先说那时候还在开票 我就想说 一个党主席 然后他选完之后 他不出来说话 因为他另有形成了 好 他就另有形成了 那当然后面选举的结果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嘛 那目前呢 整个国民党的一个状况呢 很大的一个麻烦 叫做多头马车 什么叫多头马车呢 目前发言的一个部分 有所谓的国民党 巴德陆党部 有所谓的国民党 战斗男党部 有所谓的国民党 罗志强 侯汉庭等党部 这个是属于过去的 新党系统的 所以单单一个发言系统呢 目前也是乱七八糟 可是我们如果仔细来看看 最近的一个事情的话 我们就只能说 朱立伦四个字 深深的害了他 这四个字叫什么呢 叫优柔寡断 什么叫做优柔寡断呢 单断则断 不断则乱 这个是过去老祖先 所告诉我们的 但朱立伦呢 每次情况对的时候 各位你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四大公投 在一开始的时候 民调领先非常非常多 他说四大公投 就是反对苏贞昌 各位还记得吧 那时候绅士浩浩 然后那时候各位 也都没有想过 当蔡英文总统一出来 说好我们就是所谓的热对决 结果各位你也都晓得 一热对决 朱立伦手中拿四张二 这掌牌后面打到爆 打到爆完之后呢 还被打 打得满嘴爪牙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农业线 本来是想说 这整个反美株这块不会过 后面情况怎么样 大家都是理性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 谈到最后一个 最麻烦的一个地方 目前如果仔细来观察朱立伦的话 就是什么呢 他有时候赢的时候顺风 他会觉得很得意 可是最困难的时候是 人总会有所谓的三衰六旺 你在运气不好的时候 你在处于下风的时候 你该要怎么办 可是当我们看到他 在不如意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是 很糟糕的一个状况 什么样糟糕的一个状况呢 你该进战场的时候 你是三推四推 能不去就不去 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各位这个不是一个 当老大当整个领导者 该有的一个样子 然后呢 我们如果仔细去观察 朱立伦这个地方 为什么大家会气成这样子 从2016年开始 到现在今年已经2020了 经过六年的一个时间 我问各位 我们每次去看到那个政治事件 经由一个事件之后 产生的一个结果 朱立伦每次在遇到 该负责任的时候 你知道他会做什么事吗 他会马上隐身 就躲起来 他会躲起来 你一个隐身 一个躲起来的 该负责任的人 这个时候你担当这个重任 所以这个地方 我要做两个总结 第一个总结 目前对于朱立伦来说 他是一个没有手下的老大 那各位 你一个老大 没有手下 你要怎么打江山呢 第二点是我认为最糟糕 认为最来 对国民党来说最麻烦的 目前很多蓝营 今年2022年底要选举的人 目前看到党主席 避之唯恐不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党主席 我们知道 他没有责任 他没有担当 他优柔寡断 而如果我们跟他在一起的话 他会成为我们的票房毒药 那各位 如果当这个思想 在整个今年要选举的 很多人的身上的时候 脑中会产生这个 所谓的联想的时候 你知道他会做什么事吗 他会说 党主席 拜托你不要来 我们自己选我们自己的 你不要来拖累我们 那委员你要补充 这次选举失败 不只是针对这个 赠点选不到 赢不了民进党而已 而这次会面对是 蓝军的炸锅 很多蓝营的支持者 对于国民党已经不太耐烦 甚至要转移支持其他政党 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去面对 这个选举的结果 拜选之后一定要有检讨报告 检讨报告除了主席 一肩扛起之外 还要有最 事情具体的检讨 但我觉得不是要叫朱立伦下台 我觉得主席 他刚当选三个月 没那么 没多久 给他点时间 但你要针对拜选 你要提出你改革方式 包含这次空战的不利 包含这次组织动员的 等等事情 诚实的面对自己 把败水的原因讲给大家听 让蓝营的民众对你重新回得 得到重新回到信任 这才是朱立伦接下来 能再起的一个方式 不过我们现在看起来 看起来蓝营都是在找这个理由 都是要这个甩锅 都是推给别人 来瑞克 这个现在对蓝营来说 原本说要片栗风火 现在反而是把自己烧得乱七八糟 现在可能蓝营的这些 可能选将民意代表 都要环乐 年底的县市长选将议员 恐怕选情不妙 对没错 我觉得连本来 一方之霸 那位台中市长卢学院 都可能自身难保 然后现在突然间一天之内 把所有的旋风全部转到谁去 把所有的矛头 全部转向朱立伦 我个人反对朱立伦下台 我个人认为他应该要到 2024年选完总统再下台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最负有肩膀啊 他最负责任啊 他什么事情都一肩扛 你记不记得 之前国民党的领袖 说什么事 有我一肩扛 那个人是谁你知道吗 马英九 记不记得 曾经有个台风 结果最后造成 因为那个湘涵的波动 造成他大水有吧 那个事情 马英九也说我一肩扛啊 一肩扛的结果 就是没有人会被检讨 没有人会负责 没有人会改进 也没有人会下台 最后的结果就是 继续让他这样下去 这样对国民党是好事吗 我们虽然不喜欢 朱立伦跟国民党 但是台湾需要有一个 强而有力的在野党来监督啊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输了不承认输 说我们没输 我们只是没赢 然后呢 明明就是输了 那个大 那个失败了以后 就说我们是小胜 这样的RQ式的方式 就让你的支持的 越来越下跌 朱立伦讲了一句话 那么他说 那么我们要想办法让中间选民 跟那个年轻人 你也知道啊 你不知道你现在去的 就是中间选民跟年轻人啊 越来越少啊 你看你的支持的越来越老啊 你知道吗 你这么没有办法的 每一年每一年老人 老兵不是 可是他们说的跟做的都不一样啊 还有我跟你讲 你看他选拨头四个都败的时候 隔天的拿来去 隔天跑到台中一见 隔天跑到台中一看 你就可是谁 那我说换天跑到台中一听 就怎么